香港是亞洲主要的金融中心 經濟持續高增長 除了金融行業之外 地產業亦是本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華資地產發展商 在上世紀80年代後 規模迅速壯大 憑基大股東 人稱四叔李兆基 在去年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排行第三 身家達到195億美元 至合高達港幣1500億 在過去60年 香港經濟多次轉型過程中 李兆基白手興家 掌握時機 創造大量財富 李兆基1929年在廣東信德出生 由於家中是從事黃金、外匯等買賣業務 所以李兆基在很小的時候 已經開始接觸金融行業 為他日後的成功 訂定了穩健的基礎 疑似大戰結束後 當時只有18、19歲的李兆基 決定來到香港闖一闖 初期來到香港時 李兆基在中華文咸東街一帶的金舖做交易員 由於他眼光精準 熟悉黃金市道 所以很快就成功賺取人生的第一桶金 50年代 香港人口急速膨脹 帶動房屋需求急升 期間石結尾木屋區大火 超級颱風軍代襲港 無數人的家園被毀 更加令本港房屋市場的需求有增無減 但相對華資地產發展商來說 就是難得的發展機遇 多家華資地產發展商 都在這20年期間 絕狀成長 李兆基旗下的恆地集團 更是成功的表表者 李兆基在他29歲時 就和郭德盛 以及馮景希等的朋友 合組永業企業公司 開始搭足地產生意 去到1963年 三人創辦新鴻基企業 李兆基擔任副主席兼總經理 1972年 新鴻基在香港掛牌上市後 三人自立門戶 李兆基自資成立永泰建業有限公司 並且在1972年上市 其後又成立恆基少業有限公司 並且在1981年 分產地產業務上市 上世紀70年代 香港政府開發新界區的土地 給納不斷增加的人口 宣布沙田將發展成為新市鎮 一直都看好沙田發展潛力的李兆基 認為基不可失 於是就邀請長實 新地等華資地產商 合力發展沙田第一成 恆基集團可以說是 香港新市鎮開發的一個先鋒 或者一個推手 如果你說一個什麼角色的話 即是在香港政府開發新市制的過程中 恆基地產它作為最先進入的土地開發者 和大型屋邨的建設者 它起到這樣的推動作用 馮邦彥專門從事香港經濟研究 曾經寫書探討香港華資財團的成功之路 在他眼中李兆基的成功 在於他動得把握時機 70年代初期 李兆基眼光也非常獨立 看到九龍、香港半島的土地有限 將來人口膨脹一定向新界發展 所以他一早就收購到大量的換地證書 到了70年代中期 這個新界開發的時候 香港政府開發新界新市鎮的時候 這個恆基地產就聯同幾家地產公司 在沙田開發沙田第一城 市區用地供不應求 不少發展商就將目光投放到新界 眼光獨到的李兆基早著先機 大量扣入letter B 即是月總換地權益書 令到手上可供發展的土地儲備大幅增加 所謂letter B 是政府給新界原居民的換地權益書 當年政府因為資金短缺 但又想盡快收回新界的農地 於是就用letter B作為代替品 村民只要手持letter B 便可以在其他地方換取官地 馬鞍山的新港城分五期發展 有20座合共4760個單位 以及位於莊君澳的新都城分三期發展 有21座合共6768個單位 都是恆基透過手持大量的letter B 換取官地建成的大型屋苑 除了密密吸納letter B之外 李兆基又積極買入新界區的農地 特別是屯門、元朗一帶 令恆基成為全港擁有最多農地儲備的地產發展商 另外他又收購市中心的舊樓 包括委託海外的經紀 收購海外華僑在香港的物業 現時核心區的單堂樓 如位於旺角的百惠軒 以及位於大國咀的新港豪亭 都是恆基的傑作 香港本身面積不大 靚地已經不多 而經過多年發展後 要再找到靚地發展實在不容易 各大發展商可以說出盡各種招數 包括透過各種企業的收購方式 間接取得優質地皮 李兆基早在70年代中期 已經在市場上開始收集油麻地小倫的股份 看中的就是船廠的地皮 以及碼頭上蓋的土地發展權 其後李兆基成功收購小倫的控股權 並且將它改名為香港小倫 香港小倫原本在大國咀的船廠地皮 現在已改建成為西九龍其中一個大型屋苑 港灣豪亭 至於系內另一項重要的資產 中華煤氣 收購的過程就更加戲劇化了 1975年 當時市場傳出 港燈和兒和又以惡性收購中華煤氣 為免公司落入愛知之手 當時煤氣的董事局主席 李敏澤就邀請李兆基入局 最終成功擊退對手 其後李兆基在市場上 收購更多的中華煤氣股份 並且成為公司的控股股東 不僅使恆地間接持有不少優質的地皮 更重要的是 為公司帶來穩定的現金流 令恆地在企業發展上更順利 現時恆地位於土瓜灣的大型屋苑長龍灣 前身就是煤氣廠用地 李兆基不斷進行併救 令他的商業王國不斷壯大 帶他念舊情、守信樂 獲得社會上的器重 其中最矚目的是1993年的 美麗華收購戰 美麗華酒店部分股東 將手持的股權 賣給祥實和忠信財富 兩大財團更加部署全面收購 大股東楊鼎靖為了保留管理權 就拉攏李兆基入股 最終擊退敵意收購 成為美麗華的最大股東 李遲基於油情的收購 四叔由始至終都堅守信用 沒有將公司拆骨變賣 時至今日李兆基的業務範疇 包括物業發展、公用事業、 酒店和娛樂、運輸、旅遊和百貨等 不過對於恆地來說 地產始終才是核心業務 即使本港的樓市經歷多少風雨 李兆基始終對本港的樓市發展 投下信心的一票 1995年 恆地就聯同新地、中銀等的財團 擊敗置地集團 奪得香港站上蓋的項目 先後建成中外文明的國際金融中心 恆地也在2004年年底 將集團總部搬入國際金融中心議期 在物業發展上 恆地始終堅守貨源輪轉的業務方針 因為這樣才可以令投資回弄得快 加速公司發展 所以即使遇上地產市道逆轉 恆地也不會將項目善價而沽 反而會按市況調整售價 另外恆地更將百貨零售促銷的手法 運用到物業銷售之上 例如買樓抽獎送黃金 又自力將樓盤包裝得未輪未換 成功刺激銷程 不過近年本港地產商的賣樓手法 引起了不少爭議 其中恆地旗下西盤山樓盤天匯的銷售 更加引起軒然大波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看 擔心 swim come by 不過名字leigh 不一樣 汗水 他很喜歡,李肖堅有朋友 有人叫我四叔,有人叫我李肖堅 沒有數,我已經在那層樓寫著兩個號碼 一個是46樓,一個是88樓 隨你叫的,你叫我四叔,我也歡迎 你叫我李肖堅,我也歡迎 你不喜歡就叫不叫88樓 如果你們查得出,我們有假動作 用自己人去買,我可以和你們賭錢 你們出100元,我會賠100萬 恆地旗下位於西半山的豪宅天會 一個複式單位,在2009年10月中 以天價每平方隻71000元賣出 創全球分層單位赤價新高 不過那個單位遲遲未能成交 最終撻訂,社會上更有輿論話 恆地有造勢的嫌疑 事件擾讓了一段時間 也一度影響恆地的股價下挫 提到李肖基,大家除了知道他叫四叔之外 他更有亞洲股神的美譽 曾經說過,是股神巴菲特為偶像的李肖基 他的私人投資旗艦,兆基財經 在近年股市反覆向好下垂涨船高 估計最新的資產總值 已遠遠超過2007年創立時的500億元 回報好過吳兆基金 難怪李兆基曾經公開說過 炒股好過起樓 事實上,李兆基的投資眼光獨到 早年入股內地大型的H股公司 好像中國人壽、中國石油等 近年股價都升了不少 李兆基近年也鍾情投資 包括建行、工行、碧桂園等的新股 表現好的新股固然令到四叔的身家再有進漲 不過有些股份潛水 就令到四叔的投資組合 在面出現虧損 所以四叔都提醒投資者 抽新股市要考慮清楚 以前那些多數都可以 多數一上市一有價錢就有錢賺 現在那些就不是一隻有錢賺 我們都很小心研究 又有一部份 認爲他有增長、質地好 那些我們才是要的 病人效應 很多容有病人宣傳他下飛 讓多些人來對上市的股票 多些人踴躍來下飛 實在病人效應 有時是不要相信他 因為我們錄票時 有時是應酬式的 不要看那一項來錄筆 應該要看那隻股份 那隻股份是質素好的 你才錄 他又不時公開和散戶分享投資貼士 例如教散戶怎樣選擇優質的內房股 那些在大陸拿到一項去 但他又在那間地產公司 他全都拿到一項去 他全是裏面自己的本地人 即是他上面的本地人 他就大輕就熟 不過人稱亞洲股神的李兆基 也曾經試過看錯市 曾經在2007年底 預言限制會重上三萬點 不過其後金融海嘯殺到 港股輾轉回落 四叔亦因為這件事曾經不開心 更叫大家不要再叫他做股臣 未達成是名大股臣 我那些不是 我的訪問可能不及拍攝 不過對傳媒友好的李兆基 雖然不時叫傳媒朋友 不要再問他行指手勢 不過每當有記者問起市況的時候 他都不會托傳媒手肘 最近我說不做股臣 即是退出股臣的名稱 等於沒有那麼多人問我 但你問到我也要說一下 除了不時和傳媒分享龍頭股 和龍尾股之外 李兆基有時亦會提醒 省會要居安施危 始終股市風高浪急 市民不應該只是沉醉於股市之中 有有有錢大家找我 但是反過來 如果說有些股份 如果是太過經常炒股份 就很麻煩 我不想股份 經常聽行情 經常加上高低 經常搞炒股方面 荒廢工作 荒廢工作 擾亂預絕的精神 那些是一種不是好的 助長炒股 不是好的 除了投資眼光獨到 李兆基的財技 在地產界之中更加是一絕 透過集團不斷的資產重組 令集團業務分工更清晰 其中 扣入行機發展的資產 變相私有化行法 最為財資界人士 樽樽樂道 李兆基曾經先後兩次私有化行法 但都失敗而回 於是李兆基先後救入行法手上 美麗華、香港小倫 和中華煤氣的資產 變相曲線私有化行法 從來城中富豪財產繼承的問題 都引起社會的關注 李兆基的舊拍檔 角德性創立的新鴻基地產 近年就爆發了真產風波 李兆基又會不會擔心出現同樣的問題 他就這樣說 我們簡單 我們沒有三個兒子 兩個兒子 搞點 我三個 三個麻煩點 還多個 六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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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了耳朵 不同想法 所以難一點 四耳真的好很多 現時大仔李家傑主要處理 內地的地產業務發展 至於第二仔李家成 就負責本港的地產發展業務 以及美麗華酒店的業務 善於尋找投資機會 固然是成功的要素 懂得知人善任 更加是成功的關鍵 其中 現任恆地副主席林高燕 就是李兆基的得力助手 為了感謝林高燕 對行地作出的貢獻 2007年 李兆基捐助香港大學的時候 建議將其中一個建築物研習方 名名為林高燕學堂 令到身為港大校友的林高燕感動不義 取資社會、用資社會 是不少企業的核心價值 作為本港最大的地產發展商之一 李兆基也積極行善 尤其著重於教育的工作 李兆基基金成立到現在 捐助給本港大專院校的線款 已達到十幾億 為了鼓勵本地的創意工業發展 李兆基更捐了2500萬 建成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可見李兆基十分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問題 面對大型的災難 李兆基亦盡顯大愛 2008年5月 四川省民村發生大地震 震須無數人的心 李兆基即時捐出巨額善款 為災民帶來溫暖和希望 除了教育問題之外 李兆基對本港的醫療服務也相當關注 在1995年他更加斥接5億 在沙田大圍建成人安醫院 為新界區的居民提供休職的私家醫院服務 李兆基對香港深厚的感情 不但體現在他的投資之上 2008年有市場傳聞說 有外資企圖收購電視廣播股權 他為了避免股權落入外資之手 他承諾會借30億 被迫桂原主席楊國強 作為收購電視廣播的資本 雖然最終楊國強沒有收購到 因為這件事是對香港人好 因為如果是 以前也有過 有些輿論也說過 有些外國人滲透了 或者那些 搞搞震 那些對 對 對 對香港人說話 就是香港人買回香港人 對香港好些 雖然最終楊國強沒有收購到 電視廣播 但李兆基對香港的熱愛不言而喻 2007年 李兆基和香港特區政府 頒售最高榮譽的大紙巾紛 揚揚他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好開心 很高興 很高興 派成一表 我們考到市派 派成一表差不多 今年已經82歲的李兆基 五十多年來 為香港盡心盡力 本港房地產市場 這半世紀的發展 李兆基功不可沒 李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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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